而民進黨中職會拍板跟名嘴李正浩合作 挑戰艱困選區永和 不過呢卻是引發了黨內青年不滿 發起了連數要黨中央重新評估 對此身兼提名策略小組成員的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表示 民主大聯盟是希望尋找更大的共識 而李正浩也親上火線澄清 所謂偷拍十多年前的惡意爆料 法院早就還給他清白 挺台灣 挺台灣 在監困選區永和派刺客 民進黨攜手李正浩喊出民主大聯盟 但恐怕基層不認同 青年黨員連書要求黨中央重新檢討 是否禮讓李正浩 還說與曾經偷拍的候選人合作 要怎麼信賴台灣 我沒有偷拍 在判決書上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這是個未經查證的爆料 撇多年前的偷拍爭議 但基層反彈聲音依舊是難題 我是藍營背景 跟民進黨合作一定會有反彈 那這個反彈也是我佩服賴清德主席的地方 就是他看到了一個民進黨要跟中華民國派合作的空間 民主大聯盟是希望這個容許差異 尋找更大的共識 也形成更大的力量 當然個別的候選人如果有任何問題 那我相信這個都可以好好討論 提名策略小組看來態度沒改變 而原先有意爭取提名的前區主任莊明淵 也強調又挺應該以入黨為前提 他加入民進黨我相信對於我們來講我們還是會支持的 應該是不希望這個李正豪加入民進黨 因為我覺得當事人他是願意的 包含我們 包含黨部 認為入黨反而會限縮了候選人的空間 因為有的是個非常非常特殊藍大於利的選項 只怕黨內還得先服眾 這次圈裡面還有我推報到